歡迎回到我們第二集的運動J計畫PLUS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教大家 算是一個跑步入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跑步姿勢的調整 那在上一集廣受好評之後 大家應該學會了這個動態熱身的部分 今天這集要來教大家 要怎麼樣從零開始調整一下自己的跑姿 待會我們一樣會請我們兩位特別來賓 完全沒有練習的狀況跑一次 那實際看完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再針對他們動作進行跑姿勢的調整 最後再來錄一下前後的對比 一起來看一下有沒有差別吧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GO 好 我們第一階段先來錄一下 還沒有開始訓練前目前的跑姿動作吧 OK 準備 3 2 1 GO Next one 準備 3 2 1 GO OK 他們兩位已經完成第一次跑步的錄影 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他們目前 在跑步動作上有什麼可以優化的地方吧 我們先看一下我現在幫大家示範跑步的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盡量我們希望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在移動的這個效率 盡量保持身體從頭 肩膀 肩膀到空彎節在每個支撐著地的瞬間 越接近一直線越好 因為其實沒有辦法完全到一直線 除非你跑得很僵硬 所以越接近一直線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然後第二個就是注意到腳的位置 腳在落腳的時候建議希望可以全腳掌或是接近後腳跟然後快速全腳掌 但剛看到你的動作其實會有一點點就是往前伸小腿的動作 我落腳的位置就會變成著地的時候 距離你的身體重心正下方是有一點點位置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膝蓋受到衝擊就會比較大 那第二個是可以看到你的跑步的時候 髖關節其實是稍微比較下沉的 所以這樣的動作就會導致你的重心一直在上下跳動 所以我們會希望跑步的過程啊 第一個大腿往前進方向抬 往前進方向抬 然後第二個落腳的時候 你看你看屁股留在後面 所以腳就會卡住 伸不出去 那這個身體就會成有點像V字型 那最後一個可以優化的地方 就是你的上半身有點小小的聳肩 那跟節奏跑步的搭配上沒有到非常流暢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你的動作 目前的動作看起來 有沒有看到屁股很明顯會沉下去 比較多 屁股就要留在後面 好漂亮喔 喔 然後第二個 喔是哪一塊 喔屁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你的腳啊 可以看到你的腳還是會有點腳跟 想要往前伸小腿 那其實沒有到非常明顯 因為其實縫底鎖比你明顯的更多 所以它的煞車比較明顯 所以其實跑起來的話 小地方可以優化 就是屁股不要留在後面這麼多 然後第二個是你的手往外 會有點往後甩的動作 那這時候就有點像是在滑水的那種動作 那對於跑步來講就有點 就是 我要把旁邊的船影撥開啊 你有看過那個 就是動漫的那種美女跑步 他們都這樣 對你就有點一點點 你的手會這樣 那我就美少女孩 看訓練 OK 剛看完你們兩位的動作啊 都有一些各自可以更好的地方 那我們稍微 等一下會針對目前需要改善的動作 來做一些動作上的訓練 那你們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也可能是目前的你在跑步上 會遇到的這些狀況 所以待會可以實際跟著兩位一起來 做一些動作上的學習 或許對你的跑步姿勢進步也會有幫助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我們要教大家的動作呢 就是跑步當中頭要盡量平視前方 因為在跑步的過程 有些同學在跑步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稍微抬下巴 或者是看著地板跑 但這樣的動作啊 有點跑久了之後 其實會影響你的脖子的肌肉 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試一次 手摸著你的脖子稍微往上看 往前看 往下看 看到三個角度不同的地方 去感受一下你的脖子這個用力程度 好 接下來找到一個最舒適的點 應該會是直立的狀態 就是看向前方 你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頭盡量平視前方 那跑步的時候 眼睛看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15公尺左右的地板 這樣的位置跑起來 比較不會有頭抬太高 或往下的動作 頭抬太久這樣跑步 其實脖子跑久了就會痠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有點聰見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 頭平視前方 第二個要講的呢 就是擺手的位置 剛有講到擺手 小U的問題比較大 就是手會有點往外甩 跑步的時候 我們盡量 眼睛看前面的時候啊 你可以把人 就是看著前面這邊剖成一半 就是拉鍊的這條線 在跑步的時候 我們會強調 手盡量不要超過拉鍊 那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手擺超過拉鍊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稍微 有點過度的旋轉 所以 不要擺超過拉鍊目的啊 就讓你的身體保持 往前的時候 然後上半身核心是穩定的 好 我們試著 把手擺超過中心線 有沒有看到 肚子開始旋轉 身體開始做一個 左右晃動 這個時候往前進的 這個效率就會變差 所以 往前擺的時候 盡量擺在這個 不要超過拉鍊的位置 接下來 比較重點的位置 就是往後擺的地方 剛剛只講到往前 那往後勒 就是一樣 往後側邊看起來 不要超過你的腰的位置 如果你超過腰太多 上半身一樣會被 往後拉 做成一個旋轉的動作 對 夾屁股 快點 持續擺 擺手擺手 不要夾 不要屁股留在後面 你手放輕鬆啦 放輕鬆 你看你手現在在 示範一點 往後擺啦 你現在是在演出來 是故意的 站直 你先站直 放鬆 快點 往後擺 好 夾背 好 擺手 越想要自然就越不自然 手感覺往後的時候出力就好 往前 往前就放鬆甩回去 等於直接往後出力 然後放鬆掉回去前面 然後手兩個夾腳小於90度 往後往後往後 左右 左 對 好 對 往後擺的時候不要超過腰旁邊 然後往前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放在胸口延伸出來的位置 因為擺超過 手太多 好 再擺高一點 往上擺 上半身就會開始 擺快一點 擺快一點 就會開始有太多的上下跳動 所以往前大概到 胸口延伸出來的位置就好 不要擺太高 然後往後大概在腰旁邊 你剛剛的問題在右手 右手不要擺超過你的腰 對 我是不是一個很瘦教的學生 還不錯 剛那個教太久了 OK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身體重心的位置 剛講到跑步的時候 盡量從你的頭 肩膀到髒關節 盡量接近一直線的狀態 那如果像剛剛影片當中 縫起手屁股就會比較多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 除了影響的是你動作 會有點上下跳動之外 因為跑步會一直下沉 第二個是 大家如果把屁股留在後面 可以在鏡頭前試試看 屁股留在後面的時候 腳其實抬的位置 會被髒關節卡住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把屁股夾回來 然後這個時候 你才可以保持 腳可以往前抬到一個正常的範圍 那如果你的屁股留在後面 你腳再怎麼抬 都會直接卡住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練習 送寬的訓練 待會把我的毛巾放在你的髒關節上面 所以你要感覺你的肚子 稍微支撐往前推住毛巾的動作 好 先不要那麼激動 慢一點 只有稍微靠著毛巾而已 那這個動作的重點 好 我先不拉力量 這個動作的重點是 你的頭 肩膀 屁股要成一直線 所以你待會把毛巾 靠在髒關節這個動作的同時 要感覺屁股這邊 有微微的夾大便的感覺推出去 縮緊屁股 對 像你現在這樣 不錯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把毛巾放在髒關節的地方 好 稍微夾屁股 上半身打直 夾背 好 夾屁股 夾屁股 好 就這樣 Hold住 你看你屁股又留在後面了 屁股沒有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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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再夾 對 好 先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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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上半身不要一直想要出去 這邊保持放鬆 是這邊出去 這邊出去 這邊出去 所以上半身放鬆 只有屁股推著毛巾而已 就這樣的動作 然後手開始前後擺手 小於90度 手小於90度 夾背 背夾 不要脫背 不要聳肩 對 好 屁股再夾 再夾多一點 力量不見了 夾屁股 夾屁股 然後Hold緊之後 上半身就是維持 只有往後擺這樣 但你剛剛會一直這樣 不會在幹嘛 不要一直聳肩 夾背 往後擺 1 2 1 2 1 2 看關節就是靠著毛巾而已 屁股推 很好 眼睛看前面 不要看鏡頭 10公尺的地板 對 屁股回來 上半身回來 上半身回來 屁股夾 對 好 YES 下面一位 放在腰上 然後 好 等一下 你稍微給我一點點力量 然後 靠著毛巾 不要喊我肉傷 手不用 手不用 往前擺的時候 稍微夾屁股 你現在屁股還是有點留在後面 對 稍微 把礦關節往前 骨盆角度轉正 好 然後 好 再多一點力量 稍微把 毛巾往前推一點點 那實際跑步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直感覺有這樣的狀態 就是屁股其實 都是Hold緊的 下一個要講的動作呢 就是剛剛可以看到 兩位在影片當中 都有一點點小腿前伸的動作 那小腿會前伸呢 就是大腿在抬腿之後 小腿在落地之前 又有一點太刻意的 想要往前跨一步 這個時候腳就有一個往前伸的動作 那在跑步當中 不太希望會有這樣的動作發生 因為如果你的腳在往前伸的時候 著地沒有自然放鬆 而是往前伸小腿 這個時候會有一個煞車的動作之外 可以看到重心 在落地的這個時候 你的屁股留在後面 腳在前面著地 這個時候膝蓋受到的衝擊很大 尤其小U可能還好 但像縫低佐這樣 體重有點重的狀態 跑久了其實是容易受傷的 所以我們等下練習 把你的大腿環抱起來 環抱起來之後 身體自然站直 然後完全的手放掉 讓它自動下垂 看一下現在落腳位置 會接近重心正下方 大概前面半個腳掌 到一個腳掌的地方 所以正常來講 你跑步抬大腿 落腳的時候 應該要落在身體中心往前 半個腳掌到一個腳掌的位置 那如果可以看到剛剛的影片 你們的動作都會是抬腿 然後在落腳的時候 已經超過半個腳掌到一個腳掌的位置 在你的重心跟這個落腳位置 是太遠的狀況下 膝蓋衝擊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等下的練習就是 大腿抬 然後自動掉下來的動作 大腿抬 自動掉下來的動作 讓你的腳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往前進方向抬腿 然後落腳位置 直接掉下來 趁你重心正下方 抬 掉下來 抬 掉下來 對 好我們接下來原地跑 然後試著原地跑的時候 大腿抬 小腿自然下腿 對 自然下腿 好 然後收屁股 夾屁股往前 1 2 1 2 腳不用抬太高沒關係 跟著這樣節奏 小看我 收下巴 收下巴 對 好這時候可以看到 大腿抬小腿其實不會有 刻意的往前抬腿的動作 記住這樣的感覺 等下跑步的當中 不會有大腿抬 小腿又刻意往前踢的動作 小腿都是自然下腿 OK 下一個動作 好 最後一個動作呢 其實剛剛已經有一點點講到 就是腳該抬多高 跑步的時候 腳抬多高這件事情 會直接影響的就是我們的跑步速度 我們一起練習一下 就是在慢跑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都不講抬多高 你們試著在原地慢跑 好 慢跑 好 我們轉到側面 好 接下來衝刺 好 慢跑 好 衝刺 好 大家看出來嗎 如果你在慢跑的時候 腳抬的高度 其實就會自動 因為身體接受到指令 腳趾需要抬到大概腳旁邊 其實就足夠了 那在衝刺的指令進來的時候 你腳就會自動跑了變快之外 改變頻率 第二個就是改變步伏 所以你們的腳就會抬 可能接近小腿或膝蓋的位置 所以腳該抬多高這件事情 其實不用刻意控制它 身體接受到指令會自動的去改變 你只能提供一個頻率變快 第二個步伏加長 所以你剛剛腳抬變高 就會直接影響的是速度變快 OK 那也影響到最後一個動作 也就是落腳位置 落腳位置啊 剛有看到你們的影片 看起來都會有一點點腳跟著地的動作 那就延伸到剛講的動作 大腿抬小腿 有可能刻意的出力往前的動作 所以剛剛原地跑的時候 腳都自然下垂的狀態 其實落腳位置就會比較接近自然的狀態 所以待會在最後的這個測驗當中 跑步的時候擠 記得一件事情 大腿往前進方向抬腿 腳自然下垂 那我們讓你們最後練習一下 就準備開始最後的這個錄影 做一個前後的對比 好 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次的測驗 這已經是訓練後 我們來看一下調整後動作上有沒有什麼差異 OK 3 2 1 GO Next one Action 好 3 2 1 GO OK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最後的測驗 看起來動作上真的有一點進步 就是看起來效率應該是會變好一點 你的上半身不會留在後面的情況下 跑起來比較不會有煞車減速的狀態 你們覺得跑起來有什麼感覺上的不一樣嗎 嗯 比較輕一點點 比較輕鬆啦 實際有比較輕鬆 沒問題 接下來下一堂課 我們將帶給大家進階版的馬克超訓練 因為今天只動作調整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優化的動作要透過馬克超 來強化你的這個習慣性的屁股往前 大腿往前抬 那我們就準備在下一集在馬克超訓練 帶給大家更深入的這個訓練介紹 我是你家的梁子瑞 我是天母鳳梨索 我是小優 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就在這裡 來自我穿不備的 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就到這裡 走一個人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 你們就在這裡 你們在這裡 我們就在這裡